主題樂園, 入場券 連酒店套票, 為付員工價 四至八十, 只有十套而已 新款意大利名牌手袋 飛機直送, 史上至底價 最後三天 亭哥, 真的收到錢了 我也說過了, 男朋友 買這些才有人上吊 都是亭哥你聰明 接下來我們買什麼好呢? 我想到了, 南非黑市流出 走私鑽石 為了誇張點 虛擬貨賣, 實體現貨 無限升值 我帶回來中東魔法神燈 帶給你神秘魔法力量 你是不是景星法夜廟 好紅的醫療? 你擺明沒貨賣不得 還越作越大, 真是有人相信嗎? 有, 賣什麼都有人相信 多得你都不相信 你這種騙案手法 就是用轉數法支付工具 有些需要實名認證 市民就覺得很可靠 以為被人騙了的款案 就很容易取得回 事實上, 轉數法可以用境外的身份證 或者護照進行註冊 假如騙徒得手之後 將錢轉到海外 到你真的想追討的時候 真的非常之困難 所以並不是表面上看得那麼安全 除了網上購物騙案之外 還有投資、求職 網上情願騙案 騙徒都會用轉數法來收錢 減低市民的戒心 所以無論用什麼方法付款都好 在過數給人之前 記得小心想清楚 對方是否可靠才行 你之前的帖子買些什麼沒有人要 就是要騙別人的帖子 就是了, 放了整個月 都沒有人要 是不是弄錯了什麼 我這麼多粉絲, 怎麼會沒有人買 是不是顏色不正確 走吧, 別拿去 我先上去的樣子 還是衣服弄錯了 顏色有問題 你們怎麼知道我沒有樣子看